我是哲瑋 我要提的 其實是想要談一個都市的一些 遭遇災害或是災害的造成危險 這樣的一個議題 不過標題我是取名的 就是如何不要秒滅兩萬人 這兩萬人等下解釋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的题目 那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东京 那东京的都市整备局 那它已经做到第七回 就是怎么样去看都市里面 哪边比较危险 或哪边要怎么样因这样的危险 去做一些对策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 整个东京都的一个 所以哪边比较危险的一个图 深色的部分它可能就 跟浅色的部分有些差别 那简单来说 它就是看它三个面相 一个是建筑会不会倒塌 这可能因为地震 或是不让异化的人 第二个是说 纵然不要地震 另一个是会有火灾 甚至是气暴等等 第三个是 如果真的今天不安在海 我们会希望大家去避难 或到安全的地方 那你能不能走得到那边 这可能是避难的困难度 它其实就简单的 把这三个面相 做一个综合性的生理 那所以其实 我们国家的NCT 在科技什么中心的单位 它也有做过类似的 不过它针对地震 所以它针对地震 所会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去做个分析 那简单来说 它就是用一些建筑物本来的建造里面的资料 建造就会告诉大家 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筑物 那当时的 它的耐震的品质 或者是它现在状况是如何 简单来说 它还进一步叠 去尝试计算出 人口分布在哪边 因为要知道人在哪边 它是不是在一个 比较危险的建筑物里面 这才有办法去再评估说 会造成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接下来 它就真的去算出 所谓的这个死亡人数 这个死亡人数 它有一些学理上的讨论 例如说 在比较脆弱的建筑物 就一定会造成直接倒塌的压杀或死亡 不过基本上 它就是有提出一个两万六这样的数字 是针对大台北的地区 所以这个不要秒灭两万人 这个基本上是 大概就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我再接着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目前还配合整理的一些内容 大概前面有一些 比较综合性的分析报告 可以做参考 不过因为其实台北 大台北地区也不是只有地区 有很多多元的灾害 包含降雨 海底液上升 包含很日常的火灾 甚至一些比较公态跟健康类的 一直到所谓的人为犯 它在其中有一些地理工程的吩咐 跟一个危险作用的机制可以讨论 所以希望 对这一题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在这个页面上 或者是到时候可以来帮我一起讨论这个题 谢谢 好 谢谢这位 那也请你看那个刚才委屈一下 这个 我们下评论区 我们下评论区